你好 欢迎收看台式新闻 全球现场我是周景瑜 新闻一开始快来关心 彰化又传出有远景染疫 而且目前累计已经有9人确诊 和美分局有一名远景是突然身体不舒服快筛阳性 随后进一步匡列裁检又在验出有3名PCR都是确诊 疫调发现他们都是在同一组上班 不排除是在执勤过程中染疫 苗栗分局的同仁也累计有10名远景确诊 环保局人员来到河美分局进行大清销 因为上午传出3名远景确诊染疫 今天凌晨我们有同仁自己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 自行做一个检测 发现是阳性的一个反应 河美分局一名远景在凌晨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快晒阳性 警局得知立刻匡列27名人员进行裁检 又在验出2人确诊 初步疫调不排除是在直行时染疫 我们有回溯他的一些勤务的一个作为 那至于是不是在勤务中感染的不排除 警方表示3名确诊原警在同一组工作 上班5天休假2天 终于一次同伴执勤在上午8年结束 勤务内容以巡逻为主 接触到了民众并不多 截至目前为止 江华警分局累计一共9名远景染疫 眼泪直流 很难受 真的很难受 而在苗栗警局累计有10名远景确诊 警局决定自行采购快塞试剂 实施自主性类普塞 那目前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仁 已经实施这个检测 目前多还是阴性 那同仁如果有需要 包括你执勤 在特殊的场域 一定会给同仁这个快塞试剂 为了让民众和远景都能安心 恰功执勤 警局出了现有的2500剂 再加码采购1万2000剂 普塞采资源性尊重隐私 普塞结果不公开 目前三分之一同仁已完成裁剪 都是银杏 借中部纵倒 不公开